Hello 大家好 今天早上睡得比较晚 因为周末嘛 刚刚起床 昨天鸽子去上鸽车了 156公里 我看啊 那个事情就早上8天 一半分开的龙了 现在已经差不多10点钟了 现在没回来 两个钟粗一点吧 预计的话 所以应该是 10点 20分左右 应该会到鸽子了 也快了 差不多快到鸽子了 在这里看一下 等一下鸽子回来 然后先去把那个 种鸽喂了 里面有些鸽子在喷载的 我们一天是喂商鸵的嘛 现在去拿一点鸡鸟 然后把里面那个鸽子先喂一下 喂完之后我们就做一回 等我们的鸽子归槽 给大家拍一点那个归槽的一个视频啊 到啦 你看 这里两个 后面还有好多 两个 六个 第一批啊 把它叫下来 下来了 第一批来了六个 鸽子进去了 三四五六 我刚刚在那边亮那个被子 然后就看到鸽子过来了 今天比我预计的又快了一点点啊 现在才十点刚过 又有鸽子过来了 啊在这边 两个 只有一个是我的 另一个飞走了 往那边飞去了 刚刚要落下来的了 我以为是我的鸽子 没想到是别人的 飞到很远去了 看到没有 我的那一个已经下来了 进棚了 进棚了 到了第二批 这边有两个下来了 刚刚第一批是倒了六个 现在是 直接落在了降落台上了 好进棚了 还有一个呢 下来了 这一个是哪个 两个张辉 两个张辉一起倒了 有一个是那个台鸽的纸袋 这鸽子还在 有鸽友就说了 像这些不看好的鸽子 可能到时候飞的会更好一点 我们拭目以待吧 55回来了 55回来了 当枪匹马 一个灰白条 看到没有 我直接落下来了 这个是我们的55 也是我比较看好的一个 一个花头的灰白条 看到吗 下来了 进去了 这个还比较自洁 不用我吹哨 自己就跑进去了 鸽子了 到了三个 小花也回来了 下来了 我们的五九 还有小花 好吗 目前是还差一个 目前差一个 然后15个鸽子 回了14个 10分钟回了 14个还差一个 不知道差哪个鸽子了 我们稍微再等一等 看一下 什么时候回来 鸽子也到了 好了 好了 11分钟 然后我们15个鸽子 全部到齐 快点进去吧 被里面的鸽子挡住进口了 被里面的鸽子挡住进口了 进去了 进去了 好了 我们15个鸽子 今天的信放 已经完美结束 全部到齐了 我们让他们休息半个钟 然后开始来喂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大家的关注跟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大家